PTT其實也是開源的 然後我還寫了一個PTTClawer 我們發揮開放資料的精神 PTT的資料也開放出來 這次的得獎團隊有這六個 不好意思我還沒切回去 其實不切也沒關係 我們這次有六個得獎團隊 然後我 既然都切了我們就看一下好不好 這六個大家應該知道下次提案 你要記得把Logo設計好 不然你就會變成純文字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大概這樣分配 30分鐘由各個專案 他們分享他們的提案內容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90分鐘 是各組會有Open Space 大家可以跟他們聊天交流 然後我們現場也請來了一些 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 我們可以一起交流 所以我們這邊有非常多專案在場 大家有很多提案 我覺得這邊很重要的重點是說 我們怎麼找到一個提案 我們真的可以去參與 這時候我們會需要類似一種 中央集散地的概念 剛好我們這一次第一個 要跟大家分享的提案 Y80H Yet Another GabZewa Hub 他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專案的集散地來搜尋 那我們請Kashi Y80H的提案人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得 Seems Even 我們沒 practitioner